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盛佑 我现在在Jbrands当技术传教士 我平常工作就是在推广Colin 或是我们Jbrands的IDE 希望是透过我的介绍 让大家了解Colin这个程序员 以及我们产品的一些优点 还有怎么样提高大家的生产效率 今天很高兴可以到JCcom 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推广Colin的时候 大家可能知道Colin的原因是因为Google 现在官方选择用Colin 作为Android的语言 所以大家以为Colin是拿来写Mobile的 但实际上不是 就是Colin可以当作是一个Java的取代品 他也可以做Java本来就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拿Colin来写ServerSide 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种选择 所以之前我们在推广的时候 我们会跟大家讲说 你可以用Colin拿来写Spring Boot 或是我们之前有推广过一个 就是Colin拿来写Cater Cater是我们JBrains开发的一个Web Framework 它是一个相对轻量的一个Web的选择 就是你可以拿它来写网站 或是API或者是Micro Service 那今天我再换一个角度 就是一样也是用Colin来做ServerSide 但是我们做的方式是用Serverless的方式 那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在这个实验的过程中的一些心得 以及我们JBrains在Serverless 其实也有推出一个对应的框架 所以我今天会大概讲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我先大概跟大家简介一下 什么是Serverless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看 我之前在各个Cloud Provider上面 用Colin跑Serverless的一些心得跟经验 还有比较这样 那再来我就会介绍说 你拿Colin写Serverless的时候 当你在写Serverless的application的时候 可能会有些痛点 那那些痛点 我们在JBrains也有做了一个框架 那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介绍一下这个框架的用法 以及它怎么样跟你现有的专案 做一些整合这样 那最后会跟大家做一些回顾跟讨论 好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我们所谓的开发流程 那我们一般来说开发流程还蛮单纯 就是你会先做开发嘛 对不对 开发完之后你可能会用Build 或是反正用Gradle之类的工具去做Build Build完之后 其实你就是要把它Deploy到 那Deploy到Server上 那Deploy到Server上之后 你可能因为流量的关系 你可能需要Scale Up 所以你需要花很多时间 在做Operation的事情 所以从Deploy开始之后 你可能需要先 不管是开一台机器 然后在上面跑Provision 然后再来就是 当你的流量变大的时候 要怎么样把这些资源复制出去 然后变成Scale Up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这一块 对于我们一种 我们这种Colin Developer来说 其实可能不见得很想要做 所以我们的心声就是 我们觉得做Operation 是一件很烦的事情 然后我们其实只想 Focus在Colin身上 所以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让我们专注写Colin就好 我们只要写Application Logic 然后Operation 或是Deploy 或DevOps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外发出去 在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需求 所以就产生出像Serverless 像这样的一种解决方案 那什么是Serverless呢 我们去看Wikipedia上的定义 其实还蛮单纯 其实我觉得大概可以简单的 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这个Cloud Provider 会帮你处理Server这一块 就是你不需要自己去 准备一台Server 甚至你不需要开一台机器 你也不需要Provision它 那第二部分就是 当你需要这个资源 需要延伸或是扩充的时候呢 Cloud Provider 会自动帮你做完这一块 也就是说你不需要自己 处理Scale Up的部分 所以听起来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就是你只要专心在写程式码就好 然后你就把东西部署上去 剩下的事情 云端的Provider 都会帮你处理这样 所以对于一个Serverless 的Application来说 它的运作架构 类似是像这样 就是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只需要写好一个一个Calling的function 就是这一个一个function 是你看到一些圆圈的部分 那这些圆圈就是你的 原本的Application的Logic 就是你的商务逻辑都在这里面 那对于User来说呢 它其实就是 对它来说它就是一个API 所以它就是打到一个HP Request 然后进到我们的Rest API之后呢 你的Rest API 会去看它打的路径是哪一个 然后对应到的function是哪一个 它就把它root到哪一个function 那当然function跟function之间 你还可以互相呼叫 比方说我可以 asynchronize 或是synchronize的去 呼叫其他我写好的function 或是用到其他的Cloud的资源 比方说我要用到资料库之类的 所以大概是像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所以Serverless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专注在你的业务路级上面 你就是你只要写好你的Calling function 剩下的事情你不用管 这是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是我们说我们不用管机器 所以我们不用管operation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你可以 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去自动扩充 我觉得扩充这件事情本身是做得到 但自动扩充这件事情 就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梦想 就是你假如不用管 它自己就会扩充的话 那其实还蛮方便的 那另外当然这些云端服务 它们会跟你讲一个好处是说 它的计费方式是用时间来算的 就是你跑多久 它就算多少钱 那对于你来说就感觉好像就是 你没有花到的运算时间 就不用付钱的感觉 那当然实际上 它是不是一个比较便宜的选择 或是比较精简的选择 我觉得就要看你自己的需求 跟你使用方式 所以这个大概有个基本概念就可以了 那我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就看到说每个Cloud Provider 好像都有推出自己的所谓的FaaS这样的平台 所以听起来还蛮美好的 然后你会看到这些平台都有announce 说它们都支援了Java 比方说AWS有说它们支援Java Ager也说 然后Google Cloud也有说 那我就好奇说 那你们说支援Java 那Calling又可以compile成JVM上的语言 那Calling是不是也可以跑在这些FaaS的平台上 那所以我就产生一个好奇 就是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些平台上用Calling 寫Serviless的Application 所以就开始进行了一连串的 串事探索跟测试 就是说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些平台上 真的跑Calling 所以我就准备了一个范例 就是说我今天用在本应端 就是先右上角这个1这边 我先去在本应端开发一个很简单的Calling的function 那它只是一个Application 所以我就先把这个东西部署到FaaS 就是那三个平台 然后它就会把我的Calling的function放在上面 那使用者从ClientSide 这样打一个HPRequest过来的时候 它可以带一些Get Perimeter 然后我的范例只是写说 我今天假设这个API只是一个 像是电话簿的一个功能 所以它会产生一些假资料的这个联络人资料 然后它会回传给这个Client 那就是一个Json格式这样 那这是我自己当初想要写的一个练习的范例这样 所以我的HPRequest很单纯就是我只要打到一个URL 然后它可以带一些Get Perimeter 然后我要回传一个Json格式 这个Json格式就是它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Data里面 然后这个Json格式本身就是一个联络人的资讯这样 那我只是设定很单纯就只有ID name跟email 那大家都知道就是假如你今天要做Json的话 其实在Color里面最简单就是用Data Class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Pojo 所以你就是把Data Class定义起来 然后把该有的栏位设定上去 其实就好了 那为了要让我的东西比较好做 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Service的Class 就是把产生这个假资料的这个Class封装起来 然后回传一个List 那你可以丢一个Amount进来去决定你要产生几笔资料 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要开始装一些Dependency 那顺便介绍一下就是我们Jbrands有一个新的工具 叫做Package Search 那我不知道大家平常是怎么样装你的Dependency 就不管你是用Maven或是Gradle 你可能都要花很多时间去决定你要装Dependency的名字 去找到它的名字以及你的版本 那我们现在Jbrands也做了一个Package Search的一个Poto 那你就是 这是网页版 那你可以直接在Intellate这里面装一个Package Search的Plugin 那有这Plugin之后呢 你就可以类似像这样 就是你在这边去Search你想要的那个Package名称 然后在这边你只要跟它讲说我要加进去 这边有一个加减的符号 那它自动就会把这个Dependency加到你的Bew点Gradle 或是Maven里面 所以我就用这种方式很快的把比方说JavaFaker把它装进来 那我就可以产生出假资料 那再来就是我 因为你刚刚看到我的API里面有CreateDay跟UpdateDay 所以我还需要一个DateTime的工具 那顺便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Calling團隊 现在有一个CallingX.DateTime的套件 那现在这个还是第一个还是零点多的版本 但是已经可以开始使用了 那你只要装你的Repository Dependency装上去之后呢 你可以用这一段程式码就是很快的去产生出你想要的日期时间的操作 那我们之前刚好Calling團隊有做一个Calling1.4的一个线上直播 它里面其中有一场就在介绍我们这个DateTime Library要怎么用 那我这边稍微提示一下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用 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 其实DateTime的这些Library这么多 那为什么要用Calling团队写的 那主要是因为Calling团队写的东西通常都是Multi Platform 就是你假如想要把这个做到跨平台的APP的话 用我们CallingX开头的Dependency都会比较方便一些这样 那另外随着Calling1.4公布就是你要做Serialization的话 其实我们Calling的Serialization的Library也做好了 就是也出了1.02版本1.4啦1.4版本 那一样也是你把Plugging放上去把Repository定义好 然后Dependency加上去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Serialization的Library好用的地方是说 第一个是你的 你只要在你的DataClass上面加一个annotation 然后再来就是它的API很简单 就是json.encodeToString 你就丢给它一个Map 或是丢给它一个List 或是丢给它一个DataClass 它自动会帮你做Serialization这样 所以我们就这样做出好一个API了这样 好所以接下来就开始测试了 就是我开始到每一个平台上去看 那我每一个平台的测试的code 我都放在我的Github上面了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回去再看我的投影片的内容 以及我示范的那个code 那我这边会稍微很快速的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大概做哪些事 那基本上我觉得用Serialization在开发的时候 就是每一个平台大概都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要写自己的开发code 第二个就是要装他们家的CLI 第三个就是看他们家 有没有出Intelli-J的Plugging 假如有的话就装一装 所以大概就是这三个步骤这样 那所以就是先 Google Cloud的话当时就是装G Cloud的CLI 然后又建立一个专案 那因为我在测试这个Google Cloud的时候 它本身没有针对Serialization 做一个Intelli-J的Plugging 但是它本来是有Intelli-J的Plugging 只是不是forSerialization 这样子 所以我是直接开一个Gradle的这个 Project Template 然后直接选JDK11 然后就把该用的一些Dependency加上去 那以Google Cloud来说 它有给你一个Function Framework API 还有一个Java Function Invoker 那一个就是说它让你去接到它的事件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interface可以用 那Invoker是说你要在本一段测试的时候 它可以比较快的帮你把东西叫起来这样 那再来就是它会叫你贴一段这一段 这一段其实我觉得大家照着贴就好 就是你要本一段测试的时候 它给你一个Gradle Task 那到时候你在Intelli-J里面就点两下 就可以把这个Gradle Task跑起来 那只是说你每次在启动的时候 它这边要建 就是要指定说你的那个Target 要建一个Target给它 那它就知道说它要跑哪一个Function起来这样 好所以是做这个Handler的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要去继承它刚刚那个Function Framework的HTTP Function 然后就实作它的这个Service 然后它就给你Request跟Response 然后你就去接它的Parameter 然后给它预设值 然后再把我们刚刚写好的那个Service 去产生出假资料 然后用JsonEncode把它变成Json自串 然后再来就是要怎么样丢回去 就是它这边也给你一个Response 所以你只要把这个Response设定好它的 你的StatusCode 你的ContentType 以及你要丢出去的JsonStream 丢出去 这样这个API就写好 所以我觉得就写这段程式来说 其实还算蛮简单的 就是它已经把该有的框架都给你了 那所以你要怎么样做本益测试呢 它有一个GradleTask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它有一个RunFunction的Task 那你就可以指定说你要测试哪一个Class 然后把Port给它 它就会跑起来 那因为假如你的Serverless的Function很多的话 那我会建议你就直接在Intelligence里面 去设定那个RunConfiguration 那你就可以用一堆绿色的按钮去执行这一段 所以我通常会把这些Command Line 就是做成一个RunConfiguration 那对于你来做测试来说是比较方便一点的 那部署的话也很简单 就是用G Cloud CLI 就是把你要的Function丢上去 然后其实我稍微观察一下 就是它底层很像就是帮你压成一个Jar档 然后就把它丢上去就好了 所以你只要跟他讲说到时候 你的Public的Path是什么 然后你要丢到哪个Region 然后你的机器能力跟版本 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布图上去 好那看完Google Cloud之后 就可以看一下A9 那A9的话其实概念上差不多 你是先把IntelJ装好 然后把它的CLI装好 只是它针对Cloud Function的 就是它们的Function的部分 它有一个Function Core Tool 就是除了CLI之外 它有针对Serverless有在做一个工具 那一样我有把我的那个示范的 放在我的GitHub上面去 那所以一样你是先把CLI装好 把Plugin装好 然后就可以开一个A9 Function的一个专案Template 那因为它有Plugin的关系 所以开Template就比较简单一点 那看Template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就是你的JDK 选JDK8 因为它11我觉得还在 不是很稳定的状态 我在测试的时候有时候会有问题 所以我这边是用JDK8 然后再来就是你的Build Tool 我这边是选Gradle 那但是比较麻烦就是说 在A9 Function里面 它做出来的那个Function Template 是用Java的Template 所以你做出来的整个专案都是Java的专案这样 那因为我想要用Calling 所以我就用IntelJ里面的转换工具 就是我把原本是Java的专案把它转换成Calling 那它就会帮你把Calling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写进你的Gradle档案里面 再来就是它帮你产生出来的范例的Class也是Java的 那也还好就是IntelJ也有一个转换Java到Calling的一个工具 所以转换完之后它就变成一个Calling的Class 那前面这些前置工作我觉得做起来比较辛苦一点 做完之后其实后面的东西就很简单了 就是你就只要跟它用annotation 跟它讲说你的Function是什么 然后你的HTTP Trigger是你的Trigger的种类 然后你就要跟它讲说你的Public的Route 就是这边有个Route的annotation的那个parameter 跟你要支援的master 就是你开放哪一些比方说我要开放get的master 那就可以连进来 或是说你要开get跟post 你都可以在annotation里面设定 然后它就会把它的HPRequest跟context留给你 那所以有这样的基本架构之后 程式的内容逻辑其实就很简单 就是一样我是拿Request里面的amount这个parameter 加上我的service class跟json的encode 然后最后也是想办法把这个response丢回去 那只是说每一家因为它的框架不太一样 所以你要丢回去response的写法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就是稍微看一下官方文件以后 大概就写出来了 那它也有一个本地测试 那为什么刚刚它要装一个这个function core tool 就是它让你本地测试的时候有一些工具可以用 那它也帮你把Gradle的task做好了 所以你只要用function run 那它就可以把这个task run在本地段那样 那部署的话也还蛮单纯的 就是你把你的这个Ager的subscriptionID 写在你的build.gradle里面 然后当然你可以设定一下你的 比方说你的region 或是你要用的run time 还有你的authentication的方式要改成用Ager CLI 那这些东西稍微改一改之后 你就有一个gradle task 就可以把它部署到Ager function上面来 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只是流程上有点不一样 但是核心的部分都差不多这样 那再来就是我后来就再去看AWS Lambda 那 Lambda的部分也是差不多 就是你可以装IntelJ IDEA的plugin 然后也要把这个AWS的CLI 跟它有一个serverless的application model的CLI 这两个CLI装进去 那假如你要本地段测试的话 它是用Docker 所以你要必须再把Docker Daemon装起来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概念差不多 都是先把前置工作先做好 然后就建立一专案 那专案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有两种做法 一种做法就是说 好你假如想要自己从零打造的话 那跟我一样就是用gradle的 project template 然后选JDK11 那就可以建起来这样 那但是因为AWS有一个SAM 就是SAM的application model 所以你也可以用它的SAM去产生 那只是说它的操作就要依赖它的SAM的CLI 去做一些操作 那它也有提供你一个dependency 就是有一个lambda java的一个event的dependency 你可以装进去 那装进去的好处是说 当它前面挂一个API gateway的时候 它丢过来的那个event 它都已经帮你封装成interface了 那你在处理程式的时候比较方便 那假如你跟我一样是手动去做这些事情的话 那也把那个shadow的plugging装起来 那到之后它就帮你产生做fadejar 就可以丢上去了这样 好 所以handle的部分其实一样 就是你把基本架构写好之后 它就会丢给你这个API gateway的request 以及contact 那你在里面要做的事情就一样 就是也先接我们的request 然后再把你的service产生出来 然后把Json之串准备好 最后也是用API gateway的这个response把它丢回去 那其实基本上逻辑都是差不多的这样 好 那这样很简单的看完这三个平台之后 大家应该就知道说 其实流程是差不多的 即便是AWS 它们在部署上面也是用CLI 然后只是说你前面可能需要 加挂一个API gateway 让它可以把那个request导进来这样 所以我们稍微简单一下 就比较一下这个三个平台 就是我自己是觉得差异度不大 就是每一个都有 几乎都有这个Plugin 除了这个Google Cloud它没有Plugin 然后A9它是JDK8比较稳之外 其他都是差不多的 那AWS因为它的 我觉得它相对弹性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它复杂度也会稍微高一些这样 那以Google Cloud或是A9 function来说 我觉得基本上它的复杂度还蛮低的 就是你照着刚刚的方法做 基本上都可以做出来 那你会看到A9那边第一写plus 加一个plus 是因为我觉得它要转换那个calling 需要花点时间 就是你Java专案做好之后 还需要转换calling 假如你想要用calling的话 但是你刚听完这三个以后 你可能会有一个觉得 刚刚serverless听起来很美好 就是我好像只要专心写code就好 可是实际上我好像 还是在做很多operation的事情 就是我还在装这些 就是你可能还是要去设定 你的cloud platform上面的一些工具 然后你可能还要去做 就是还要把它丢上去 丢上去之后 你可能前面还要挂一些API gateway 或是要做一些authentication 其实也蛮麻烦的 所以虽然说 你有用到这个serverless的功能 但是其实你把原本devout的事情 都拿去做什么 都拿去做cloud的configuration 所以其实这是蛮麻烦的事情 然后另外就是 因为每一家的做法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你可能也会担心的就是 会有vendor locking的问题 就我今天用了google cloud 那我明天要搬到其他的AWS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办 所以我们在Jbrands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用calling 做很多各式各样的实验 那我们其中有个同事 他们就想说 那我是不是可以做出一个serverless的框架 来让大家在用calling寫serverless的时候更方便 所以我们就做出一个叫做coughtless的框架 那大家都有发现就是我们 我们calling团队都很喜欢用call开头 就是KO开头这样 所以coughtless 那它帮你设计了很多coughtless的DSL 就是它这包含了一些annotation 包含了一些 就是比较精简的一些hopper的function 让你可以很快速地做出一个 就是serverless的function 让你可以部署到云端去这样 那它也有Gradle的plugin 所以等一下它还可以做local test 或是帮你做deploy这样 那目前这个coughtless的这个框架 还是以open source的方式释出 然后它还在0.16的版本 有时候我们同事就有强调说 他想要解决的问题是 第一个怎么样帮你解决 这个cloud configuration的问题 那以现在来说你可以用的方法 就是用telephone 就是用telephone的方式去帮你 做到cloud configuration的自动化 然后再来就是他想要解决 就是说假如你今天用了一个cloud provider的时候 你要怎么样复制到其他的 就是比方说转移到其他的cloud provider 那它的做法也是透过telephone的方式 去产生不同的cloud provider里面的script 让它可以帮你完成那个cloud configuration 所以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你用coughtless写好你的application之后呢 coughtless的Gradle plugin 它会去扫描你的application code 然后这个pars会去产生出一个抽象的schema 这个schema就描述了它在云端平台上面 大概要用哪些资源 然后它就会用它的engine去产生出telephone的configuration 然后它就会帮你跑在你的指定的cloud provider上面 去执行telephone 然后它就帮你把云端环境准备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你的application丢上去就好了 所以它就是试图帮你把这一段的东西 用自动化的方式帮你做完 那这样的话对你来说 部署到各个不同的平台 对你来说就比较轻松了 好那听起来很美好那要怎么做呢 所以你就是开一个新的专案 那我的示范的专案也是 我就开一个colin的专案 那colin专案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它现在只支援用colinDSL 来做那个gradle的设定 所以你要选colinDSL的专案 然后再来就是我示范的时候是用JDK11这样 那因为它还在早期的版本 然后现在还在处理一些相容性的问题 所以你在设定gradle的时候 要跟大家说不好意思就是 你的colin版本要先降到1.3.72 就是还不能用到colin1.4 然后因为它降到1.3.72的关系 所以我们刚刚用的那个serialization 虽然说已经出了1.4 也要跟着一起降到1.3.72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它有给你一个cotalest的一个plugin 那是刚刚我们讲那个passer在用的 然后再来就是你要加一个dependency 就是你等一下用的一些语法 是这个dependency在做 那它的dependency叫做cotalestLang 那它现在是0.1.6 那接下来它就是可以实作一个function 那这个地方我就稍微写给大家看 让大家感受一下那种感觉 那这是一个我的IntellJ的画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左边 其实就是我的一个colin的专案 然后刚刚我们用到这些dataclass 我都已经把dto写在这边了 然后serviceclass也写好 那基本上对于cotalest来说 它也没有要求你一定要写成一个class 它甚至你就是用top-level function也可以 所以你看到在我的app.kt里面 我现在先宣告一个home的这个function 那我想要写一个很单纯的首页 所以我们就写一个holloworld 所以我就先宣告一个变数是 我要写htm-down 然后我在这里面想要直接写一段html 比方说我就先产生一段html 然后我的title可能就写hello-cotalest 然后我这边就写一个很大的hello-world 好 这样就写好了 那你们看到其实基本上我只是把这一堆字串 塞到这个down这个变数里面 然后最后我在这个function里面 我就要回传一个 它也帮你写好一个helper function 就是html 就是我要回传html 那它就会把刚刚的那个content type先设定好 然后也帮你把html status code也设定好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down丢回去 那我设定一下 我return出去的这个function 是一个html response 那这个也是cotalest框架里面 已经帮你写好的一个物件 那它只要丢出去 它就知道你要做什么事情 好 那application设计好之后呢 接下来你就要跟它讲说 那我要对应的root是什么 就是你对外的那个url 你的pass要用什么 所以它这边也帮你做好annotation 就是用get 那当然你可以用patch、put、post、delete这些 那因为我现在只要单纯的回传一个首页 所以就是先给它一个首页路径 那刚刚在安装dependency的时候 大家应该有看到 我们有装一个cotalest的gradle的plugging 所以装好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cotalest的task 底下就会有local测试的一个task 你点两下 它就会跑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就可以在我的专业里面去建一个scratch file 然后我要去测试我的hp request 那我就说我要打一个get的http request 然后我要打到localhost的8080 然后就直接触发它 好然后你会看到 它回传的status code是200嘛 然后它的content type是html 我们进去看一下这html 应该就跟我刚刚写在 剛剛cotalest里面的那一段自传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这样就很简单 一个function就写好 然后你就可以有一个serverless的一个页面 那再来就是假如我今天想要做 刚刚说的那个api 那要怎么做呢 那我这边有写第二个function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基本上我都没有把它放在class里面 那当然你要放在class里面也可以 反正因为它都是靠annotation 在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也可以在里面 把class里面的function 当作你对外的那个function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一样 我是要接我刚刚的parameter 你会看到我用cotalest的contact 它会去拿整个serverless的htrequest 然后就可以拿到我的getparameter 然后加个预设值 那再来就是我要产生我的contact 就是我刚刚用contact的service 去产生一连串的假资料 那这边你会看到 我有多做一层 是因为我要多做一个data的那一 那个栏位喔 所以我这边多做了一层 那这边出现一个红色波浪线 是因为我用到了 刚刚cotalest datetime的那个library 那它里面还有一些是experimental的那个API 所以它这个地方会叫你 强制叫你加一些那个notation 跟它讲说你有用到experimental的一些API 那到时候在改版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这边要修改 这样 第三个就是我要跟它讲说 我要产生出json 那因为我要降版到1.3的关系 所以你会看到我刚刚用的那个json的API 跟我现在写的API有点不一样 那这是calling access serialization 在1.3的那个写法这样 好最后我就要把这个json之段丢出去 所以我就一样是return 然后就有一个helper function叫json 那我就把我的json string丢出去 然后最后再把我的return type补上去 就是我一样也是丢回一个htv response 这样我的API就写好了 所以其实你会看到 就整个架构来说也是差不多的 那最后就是再把我的root挂上去 所以我的root是get里面 比方说我是要到context这个url 那这样我的一个function就写好了 那一样我就把我的local test再重新启动一次 然后它启动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实际上打一下这个API试试看 我们要打这个API呢 这个是那个IntelJ里面scratch file的做法 就是我在这边加三个警字号 就可以开另外一个API 比方说我另外一个API是http local test底下我要到context 好我们看一下跑起来了 OK好跑起来了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的content type 是application.json 然后我们就启动它 好你会看到它基本上回传的也是一个 HTT status code是200 然后格式是json的一个内容 点进去看一下 格式画一下 你会看到它这边就是把东西都放在data里面 然后都是从1到10 好表示我API已经做完了 那假如说我们今天有加一些 我们刚刚说的parameter 比方说amount等于3 我们再打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次出来的结果 应该就只有三笔资料 所以基本上整个应用程式就这样写完了 OK 好所以让大家先有一个基本概念 就是怎么样去 在content去实作这样的一个function 那所以只要把这方形定义好之后 其实应用程式的逻辑 大概跟刚刚前面的都差不多 然后我们也有local test跟部署 那部署的部分 一样也是把它写在你的Gradle file里面 那当然现阶段我示范的这个是把它 部署到AWS lambda上面 所以你要把你的这些AWS上面的credential 写在你的这个Gradle里面 然后一样也是点两下deploy 它就会帮你部署上去这样 那部署的时候呢 因为它会帮你产生出telephone 所以你会看到它到时候在跑那个Gradle task的时候 会先跑一段就是它在分析 你要产生出哪些telephone 然后它就会用telephone去provision你的AWS 然后它就会帮你把你的这个JAR档上传到S3 然后在你的那个AWS lambda里面 把这个JAR档变成一个AWS的lambda 然后在前面再帮你挂一个API gateway 然后在API gateway上面再挂一个就是Auto warmup 就是自动去不要让它那个睡着的那个方式这样 所以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帮你自动产生好这样 好但是大家看到这个CodeLess以后 应该会觉得蛮不错的 但是问题是我的专案已经写好了 就是你不管你是用StreetBoot 或是你用我们家的Cater 基本上万一你的专案已经写好的话 那我有办法变成Serverless 那这个东西呢 在Serverless的这个团队里面 他们也想好了 就是好那 假如今天我把CodeLess当成一个 某种像是一个平台或是一个容器 你可以把你的Cater 或是把你的StreetBoot 跑在我的CodeLess上面 然后我就可以帮你handle 后面deploy的事情的话 那这样是不是也很完美 对不对 所以你不用管你现在的application 可以继续用框架写 写完之后用CodeLess来跑就可以了 所以他们也有设计这样的一个adapter 那所以我这边有稍微示范一下 怎么样把你已经现存的Cater专案 跑在CodeLess上面 那因为受限于CodeLess 现在还是只能支援CodeLess1.3的关系 所以我这边示范的Cater专案 也是用Cater的1.3 那你要注意几个地方 就是你要用Cater1.3 然后你要用Gradle 你要用CodeLDSL 这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必要条件 然后我在示范的时候 我只启动三个feature 就是Routing 还有Jackson 跟Content Negotiation 那也是为了让我可以回答一个API 那在Gradle的部分你要加挂 就是我们刚刚说CodeLess的Plugin 然后再来就是dependency里面呢 因为你不需要用Cater原本的Server了 所以你可以把Cater里面的内体把它移掉 但是你要把CodeLess的Adapter装回去 那所以你装出来的这个dependency 跟刚刚不太一样 刚刚是一个 刚刚是一个CodeLessLang 那这个地方因为要换成是Cater的Adapter 所以这边要变成CaterLang 那版本号一样是0.1.6 那这个地方稍微注意一下这样 那有这样的前置作业之后呢 你就可以写一个CodeLess的APP 那假如你有写过这个Cater的经验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这个application 长得跟Cater的application蛮像的 差别是在哪里呢 就是你要先写出一个Server的class 然后继承是CodeLess的这个class 然后你要写一个叫prepare的这个function 这function它会把这个Cater的APP丟给你 然后在这个function里面的内容呢 其实跟你原本在Cater里面写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差在哪里呢 差在原本这个install前面要加个APP 就是说因为原本在Cater里面 它的那个空间里面已经有APP了 所以你不需要写APP 但是你搬到CodeLess以后 你前面就是install前面要加个APP Routing前面要加个APP 那它就知道它可以怎么跑这样 所以对你来说转换上我觉得应该不会太难 那原本你的那个Cater专案里面产生出来的applicationkt 你可以整个删掉 因为你就不是透过它来运作了 那因为Cater它的运作方式是透过application.config 里面有一个applicationmodule 它去决定你的专案启动点是哪里 那你就是把那个专案启动点 把原本的application的kt里面 换成我刚刚server的prepare 它就知道说当它起来的时候要戳哪一个function 就可以把这个application跑起来 那有这样的一个改写之后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在 刚刚一样在那个IntellarJID里面 就是按local 那它就会自动把这个cater跑起来 跑起来之后就会把你的cater跑起来 那这样的话你原本cater的逻辑都可以继续使用 然后就不用再管后面deploy的问题 好那当然为什么我的示范呢 就只有示范AWS呢 是因为这个东西还是work in progress 就是我们cater的团队 他们预计是希望可以做到像这样的一个roadmap 那现在已经完成的部分是 画面上已经颜色是实体的颜色 包括framework的部分有cater本身 或者是springboot或是cater 那runtime的部分呢 现在jvn的部分已经是完成了 那gralvn的部分目前是partially 就是已经有一部分完成了 但是还没有有一部分还有一些小问题 正在修 那预计下一个版本就会先把gralvn的支援先做完 那再来就是还有另外很多 比如说你会看到很多serverless平台 它是只能支援javascript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好消息就是colin有一个colin.js的专案 所以你可以用colin写完之后再跑成javascript 所以他们的预计也是说 假如今天你遇到你的runtime是要用javascript的时候 它也可以帮你转成javascript 那这是他们后来的一个目标 那以cloud来说的话 目前是已经100%支援AWS的lambda 那googlecloud跟Azure function的话 就是还在正在写当中 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要写出那个parser 可以写出那个telephone的那一段 那看起来就是未来 大家应该就可以用一个框架 然后跑在三个不同的cloud provider上面 然后也可以支援不同的runtime 所以假如大家有兴趣的话 就是可以到我这个git repository 我这边有示范两个 一个就是刚刚示范的 就是完全用coteless来跑 那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样把cater 跑在coteless上面 那我的范例档都写在上面 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那所以希望透过今天介绍 就是让大家就是对于coteless 还有serverless这些东西 有一些基本的印象 所以我们待会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有先讲到 serverless对我们的好处是什么 以及我们大概可以做解决哪些问题 那再来我有帮大家测试一下 就是目前用coteless跑在三个cloud provider上面 基本上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说每一家的工具不太一样 plugin不太一样 或是你可能需要转换一下JDK 或者是专业template这样 那最后我有介绍一下 就是由我们JPN打造的coteless这个框架 那假如你今天对于serverless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用coteless来开启你第一个coteless 就是你的serverless application这样 那最后也有稍微实战一下 就是假如你今天想要把cater run在cordless上 大概要做哪些转换 大概是这样的 那当然我的时间是有限的 所以我也没办法把所有的serverless平台 都跑过一次 所以这边大概提示一下 假如你对serverless平台有兴趣的话 其实还有蛮多各式各样的serverless平台 不管是IBM或是Cloudflare 甚至阿里巴巴或是华为 他们都有自己的cloud 然后每一个cloud provider 都有提供他自己的serverless平台 那我都有把链接做起来 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点的头影片 就去看他们对应的serverless平台的功能有哪些 那再来就是 运作serverless 其实也不是只有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方式 其实你会看到他们 我自己试了一下 其实他们底层就是 基本上就是把你的java的application 压成一个fadejar 然后丢上去 然后他只是帮你先把这个runtime的部分先准备好 所以他只是 让你可以更简单的去把fadejar跑起来 那另外一种做法就是 他们把你的这个fadejar包在一个container里面 那甚至有一些像 我知道google cloud 他们有个东西叫cloud run 那他其实就是 我之前也试过就是把cater 用jib这个工具 压成一个container image 然后就丢到cloud run上面 那他其实 你丢到cloud run上面以后 他也是所有server跟这个HA 通通它可以帮你自己处理掉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也是某一种serverless 就是你可以不用管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跑serverless的方法蛮多的 不管是fadejar或是container 那另外像我刚刚有提到 Cloudflare 他们本身也有一个serverless的平台 那只是说他们现阶段也是只能支援javascript 那他们官方甚至就有讲说 那没有关系你要用colin也可以 他们有一个示范 就是你可以用colin.js这个专案 把原本写好的colin 转成javascript 然后跑在cloudflare上面 所以其实可以跑serverless的方式蛮多的 那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去探索一下 那当然其实serverless框架 也不是只有我们家有出啦 其实蛮多家都有出不同的serverless框架 那spring本身也有出一个对应的cloud function 那专门就是处理serverless 那其他看到的这几个也是 最近有一些比较知名的 有一些是最近才刚刚出来的一些serverless 那我自己观察就是 基本上大家主流还是支援AWS 浪把的比较多啦 那有一些serverless框架是只支援AWS浪把 那有一些是跟我们一样 就是他们说他们预计也会支援多个平台 但是大家都是working in progress 那所以大家可能好奇 那最后就是说 那我到底什么样的情境适合用serverless 那我自己研究了一下 会觉得说大概几个点 就假如今天你是要做一个mobile backend 甚至你平常也不是在写web 你是写Android 那你自己想要做一些API 那你其实用serverless 我觉得是相对比较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你想要做一些mobile推播的话 用serverless我觉得是比较快 那或者是你是一些event driven 比方说你想要写一些聊天机器人 或是你要接一些第三方的API 或者是你要做一些定期的工作 那比较花时间的转档的工作 你也可以用serverless来做 那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些serverless的平台 他们也有一些就是所谓的 我们刚刚看的都是http trigger 就是它都是接受一个hp request 那它也有那种background的trigger 就是可能定期要做的 类似schedule job或是chrome的那种东西 那你也可以用serverless来做 那所以我会觉得说像这样的一种东西 你会发现它大部分都是可以独立拆出去的服务 然后它可能都是一个 对你来说是相对新的专案 那这些东西我觉得用serverless 对你来说是比较没有包袱的 那是我觉得比较可以 开始用serverless的一些情境 那或者是说假如你今天希望你这个service本身就要用到很多云服务的话 那我觉得用serverless或许也是不错 那最后是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 就是我觉得这个图也算是给我蛮大的启发 就是今天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框架 其实你的call就是你的call 就是你应该把你的call写成一个 像我们刚刚把它封装成一个service或什么 那对你来说是比较好测试 然后同时当你今天换框架的时候 其实你只是去改写框架去call你的程式码的那一段而已 所以即便今天没有我们讲的这种跨平台 各式各样的serverless的框架 你还是可以在转换上应该可以比较轻松一些 所以我觉得良好的程式架构对你来说还是蛮重要的 好 那今天大概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就是做个总结 那假如说大家对于学习callin有兴趣的话 我今年开始也在线上办了很多callin的读书会 那假如你还没有学会callin的话 可以先从读书会开始 那读书完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callin练工厂的活动 那就是教大家怎么样把callin用在 比方说你要开发android 你要开发springboard 你要开发cater 或是你要玩资料科学 你要拿来刷题 我们都有对应一个叫练工厂的活动 那我们会有教学组长 带大家用callin来做这些练工这样 那另外就是假如你对于IntellJ系列的IDE 就是我们Jbrand的IDE系列 不管你是用IntellJ或是AndroidStudio 或是你有学习其他语言的话 你对于这些IDE有兴趣的话 我有做另外一个网站 叫做IntellJ.tips 就是这个网站 那我会定期办一些就是线上技术分享 我会邀请到一些技术专家来跟大家讲 开发上怎么样用ID来提升你的效率 以及在开发上有哪些工具可以帮助你 那这两个网站就是让大家提供一个参考 那记得前面要加TW的sub.net 就可以看到繁体中文的内容 那另外我有做自己个人的粉丝页跟频道 那叫CraftMan 因为我自己一直觉得写Coach也是一种Craft 所以把它取名叫CraftMan 那我们Colin团队的惯例就是 我们把所有C都会换成K 所以我就把它叫做CraftMan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Facebook 我会分享很多跟Colin有关的主题 那也会有跟Jbrand有关的一些新闻 那我们的频道里面也会放我们每一次做技术分享的时候的一些影片 那很多都是我们在刚刚Tips网站上的一些录影这样 那大家可以来看 好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到一个罐落 那谢谢大家参加 那我这边有我的QR Code 是我的Facebook 那下面也有我的email 那假如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来跟我联络 那我们今天Jbrand刚好也是赞助商 我们在外面有个摊位 那我们在办Colin图书会或是练功场的很多志工伙伴 通常都在摊位上跟大家做互动 所以假如大家有任何问题或是有想要跟我们交流的东西 都可以到摊位上来找我们 好 谢谢大家